HELLO 大家好 我是布魯老師 在正片開始之前要來公告一下 五月份的新款貼紙已經上架蝦皮賣場了 包含眾所期待的超客家人哈嘎白克斯 以及出門就是嘎恰 發動就是書印 這是新增3M的反光貼版本 興奮嗎? 好啦 正片開始囉 而今天要來聊聊的是 這個人稱兇兆的廠牌 最常出現在電影裡的機車 湯姆克魯斯的轉用車 TRANF 了 TRANF International 是一家在生產內衣的國籍公司 1886年成立於德國霍伊巴赫 1977年起 公司總部實設於瑞士豬爾查赫 並於全球50個國家設有分公司 不是這個 這是代案分 今天要講的是凱旋 凱旋啦 做兇兆的是德國 做機車的是英國啦 而擁有百年造車歷史的英國凱旋TRANF 不但締造了機車史上的光榮成就 更深獲了世界肯定的耐用品質 以及紳士獨具的品味 欸等等 我記得我小時候的那個年代 凱旋超常故入啊 1884年 SIGFREE BATMAN 創立了S BATMAN 進出口經銷公司 開始在倫敦販售 博明漢製造的自行車 1886年 將公司成為 The TRANF Cycle Company 隔壁靈魂人物 Marie Schalte加入 Marie Schalte打造出 TRANF時尚首部的摩托車 並後被視為TRANF 摩托車公司的開端 與Charles Hathaway共同設計 TRANF打造了第一輛 自行研發設計的摩托車 也是第一輛全音質的摩托車 之後快速成長 排氣量不斷增大 氣缸也由原先的單缸進化成雙缸 技術更是不斷的突破啊 現代的靈合器系統、操作介面及採、罰窗刺 都在這個階段問世 1913年TRANF打造了第一具雙缸引擎 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TRANF投入了3萬部Type H 共盟軍作戰使用 1941年開始至大戰結束之間 重新在梅里登 重建了新工廠 並投入製造軍用零件的生產 在二戰期間 凱旋投入了5萬部機車 共盟軍使用 那這次我們介紹的終於是正義同盟國的一方啦 千千什麼義大利、德國、日本都是著星國成員啊 Captain Price就是要騎凱旋的機車啊 On my mark 而是說創造人Siegfried Bettman 其實是個出生在牛寶輪的德國人 他說好的德國人不打德國人呢 二戰結束之後 工廠開始恢復生產民用機車 也因為大戰的關係 TRANF開始深入美國市場 儘管車不斷問世 為了滿足美國人馬力狗 Thunderbird 6T 誕生 雙鋼650cc的引擎 自此成為TRANF最具代表性的引擎了 美國當紅影星馬龍白藍杜朱演的影片當中 The Weird One 使用了TRANF Thunderbird 6T 演出 自此凱旋機車在美國年輕人眼中 就代表了速度及自我的個性 就說影視傳播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了吧 凱旋發表了高性能機種T110 讓顧客用合理的價格 就能買到一部時速可以達到160公里的遮重 1955年 Johnny Allen在美國猶他州邦尼威爾研地 以凱旋650cc引擎為動力的車款 創下時速310公里的世界紀錄 真的假的啦 650cc就能跑到310公里 為什麼我的R1只能到299咧 1959年凱旋發表了邦尼威爾T120 邦尼威爾正式成為凱旋招牌車種的代名詞 更是當時高性能車款的代表 退出後的20年之間 邦尼威爾持續的在世界各國熱銷 1960年更被稱為凱旋的黃金時期 於1961年取得歷史悠久的美國Daytona 200大賽第一名 並在隔年創下當時重機所能達到的最高時速360公里的世界紀錄 作為世界最高峰的重機廠商 鎮上了不可動搖的地位 怎麼有點自吹自擂 1983年啊 凱旋機車公司前身凱旋機械 由於財政問題陷入了被接管的狀態 約翰布魯爾從官方接管人處 購買了凱旋機械的名稱 與機車的製造許可成立了凱旋機車公司 新的凱旋機車公司在成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之內 都沒有發售新的機車型號 在這個時間內 凱旋機車的製造業務 其實都還是由之前的凱旋機械的零件供應商 Racing Sparys 是這樣念嗎? 公司負責的 這項舉措呢 其實是為了保持凱旋機車的品牌活躍度 從而為新公司在未來發行 全新機車型號的計畫來做一個鋪墊 20世紀90年代初 由Racing Sparys是這樣念嗎? 公司代生產的機車的狀況終於被打破了 在1990年9月的科隆機車展中 凱旋機車公司發布了6款 全新設計的機車引擎型號 兩款無翼版就是沒有整流罩的啦 機車分別配有750CC和900CC三氣港發動機 那這些型號均由凱旋機車公司位於新克利的新工廠生產 由於他們採用了模塊化的設計理念 許多的零備件都可以在不同的型號之間互換共用 由於採用了現代化的技術 並且性能表現卓越 這些型號廣泛地被消費者們所接受 1990年凱旋機車發布了配有三氣缸885CC發動機的 Tiger 900 Adventure 這不僅是將凱旋機車公司的產品下 拓展到了探險機車的領域 就是ADV啦 還讓Tiger這個在凱旋機械時代就博有名氣的經典系列 重新回到了凱旋機車公司的名下 1996年新克利工廠接到了新公司的第五完份訂單 2000年凱旋機車公司發布了邦尼維爾系列 此舉意標誌著另一款經典凱旋機車型號的回歸 2002年3月15日 在凱旋機車公司的員工慶祝凱旋機車品牌成立100週年的慶典當中 公司的主廠房因起火被毀了 蘭開斯特郡的消防隊投入了超過100名以上的消防隊員 他經燃了五小時以後才將大火給撲滅 據消防隊隊長稱 消防隊員挽救了公司約50%的工廠設施 火災之後 約克公爵安德魯王子 親自造訪的凱旋機車公司 在火災中被毀壞了工廠 同年5月 凱旋機車在泰國春武里市投資興建公司的採外生產工廠 用於生產各種機車的零部件 歷經百年的洗禮 現在的凱旋已經是英國最大的機車製造商 每年生產約5萬輛的摩托車 在全球擁有超過750個經銷據點 凱旋的車款也遍及全球啊 目前啊除了英國外 包括美國、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等等 都擁有子公司 自2008年起 全球10大車廠接受到經濟衝擊 銷售量大受影響 日系10大車廠更是大幅衰退45%的同時啊 凱旋是全球唯一未受影響的 銷售失去成長的機車公司 說到凱旋也就不得不提一下 目前被運用到MOTO2裡的並列三缸引擎了 凱旋的765cc的三缸引擎 在2019年與MOTO2服役 特色是同時兼具雙缸車充沛的低轉扭鈴 以及並列四缸高轉的動力延伸性 四季氣身其實就會感受到 光只是675cc的Street Tribal 低轉時就有種接近公升級的拉扯感 三缸引擎車重又減輕許多相對窄化的車身 相當適合台灣這種彎多路小的山路 目前所推出的最新款Street Tribal 765RS 在整體動力上又有多做了改進 MOTO2中原本的118P增加了123P 牛力也提高了2個牛頓米 新款的Street Tribal 765RS 捷旗門反應變得更快 讓它在動力曲線的中段 就獲得更良好的表現 看文字敘述都會讓我燃起一股很想換車的衝動啊 畢竟神經那顆醫生都跟我說了 我的頸椎跟腰椎其實已經大概是50歲的程度了 人不能不服了 哇 有人能借我騎看看嗎 我需要舒適圈 是不是覺得我又在不梗了 不是我沒有 是不是看完想說 欸就這樣 對就是這樣 好好學會時間管理好嗎 精準控制遲到永遠是30分鐘以內 我是布魯老師 你的支持與鼓勵 是我們持續製作有趣影片的原動力 我們下集再見了 再見